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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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兔兔貓 今天邀請到了夏姐 跟叔叔一起來拍影片 哈喽夏姐 哈喽叔叔 然後呢我們今天來到這家叫做 兔子凍的甜點店 因为其实之前我就有吃过他们家的甜点 然后我觉得很棒 所以就是想说找索索跟夏姐来 拍一个这样特别的合作的影片 他们套餐部分有分说 就是单人套餐 双人套餐 以及就是三人的套餐 然后呢 我们今天点的是三人的B套餐 就传统的英式的那种下午茶 就会有两层的 对对对对对 很棒的那种品牌 在等待餐点来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他的环境有一只 可爱的兔子 好惨哦被我们虐待 真可爱很大 然后他这边 我们刚刚在二楼嘛 然后这边是一楼的位置 他有那种小小的沙发区 然后他的高脚椅区 还有欧峰的那种感觉 还有很漂亮的明信片 吊在这个墙壁上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甜点柜 在这边有非常多的甜点 我们今天选的甜点 夏节是选这个叫做奇地三层 然后呢我选的是法式玉泥布丁深乳戚风蛋糕 然后叔叔呢就选择的是 上面有彩虹的一抹甜蜜 证明他跟串串的甜蜜感情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往楼上的路上 会有看到这边有一排的兔子 然后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叔叔头上带的 这个也是跟店里面借的兔耳朵 然后他这边还有一些 可爱的兔子摆饰 好然后这边是他们 可能是一些贩售的商品 你看这边还有 就是饼干礼盒啊 单片的饼干 然后一些可爱的兔子娃娃 风帽先生 楼梯间可以看到有一个 大头的红星女王哦 OK 魔镜梦游 对 迪士尼的那个作品 然后我们上到二楼 就可以看到一只可爱的黑兔 坐在沙发这边 自助区的饮水 OK 最后的晚餐吗 最后的兔子 二楼环境上面有粉红色白色的布曼 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宽敞 然后墙壁上一样也是有一些 可爱的照片和壁画 然后他们的落地窗可以这样看出去 看一下风景 可爱的兔子 超可爱 我们的餐点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哦 所谓的双层 长这样 很厉害吧 兔子会静静的点头 然后它上面就是一些咸派啊 然后咸点 然后底下就是一些蛋糕 他们的饮料杯也超可爱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旁边把手的部分是翅膀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点的三人套餐B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介绍的双层 然后这是我点的玉泥布丁戚风蛋糕 然后这是叔叔的川川的一抹甜蜜哦 什么东西 不是吗 就是叔叔跟川川的爱 就是象征这个彩虹桥 然后再来是夏节点的栗子三层 OK 因为它是汉堡 不是汉堡啦 那才不是汉堡吧 这个是泡芙 对我们不要跟没常识的叔叔讲话 汉堡 没常识 谁会把汉堡塞在这个地方 拜托 可爱的这个茶杯哦 你看它的翅膀真的很漂亮 那我们先来吃我的 芋头布丁奇功蛋糕 把它撕开 嗯 这附了一个小刀叉哦 叠开它 啊 倒了 好 我们吃看看 哦 那布丁好软哦 再加上奇功蛋糕 对啊 而且它的芋泥很扎实 它一整层都是那个芋泥哦 嗯 嗯 嗯 好好吃哦 然后来配一口它们的红茶拿铁 米料其实是刚刚好的甜度 然后配上你的甜食 两个在一起的完美搭配 不错哦 好吃 我偷了一颗夏姐的栗子 泡芙吧 应该是小泡芙 嗯 小泡芙 被叔叔当成汉堡的那个 那我吃吃看 蛮甜的 它有栗子的香味 我猜应该是里面包的馅料是栗子酱 趁叔叔不在的时候我们来偷吃他的东西 什么啊 被听到了 我偷了叔叔的蛋糕来了 呵呵 奇怪的咖啡 啊 呵呵呵 这不能吃 那我们来偷吃一点叔叔的蛋糕 吃吃看 嘿嘿嘿 它抹茶味道很浓郁耶 它这个上面这层是抹茶慕斯 然后下面这层是香草慕斯 跟最底部的慕斯的棒蛋糕体 觉得还不错 然后其实不会很苦耶 因为我其实本人是非常怕苦的人 所以如果是很苦的我没有办法 我看到它的抹茶很香 然后也甜度也适中 然后再我想吃看看上面这个彩虹 我偷吃一点 切开它 叔叔被切爆了 那这个糖果我们都猜它是酸的糖果 我们吃吃看 嗯 有酸 有酸 这个真的有酸 它上面那个粉是酸酸的粉 可是糖果本体是甜的 吃完甜的来吃咸的 其实这个感觉社区好像反 应该要先吃咸的再吃甜的 真的吗 好 没关系 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个咸派吧 这个圆的 那我先切开它 怎么办 笨手笨脚的 好吃 被发现了 咸派切开来的切面是长这样 然后它里面这一块应该是凤梨 然后它有一些培根 跟辣椒 好像是辣椒欸 糟了 应该不会吧 对啊应该不会辣吧 甜椒吧 甜椒 应该是甜椒 好 就赌它是甜椒 然后它有一些玉米粒 你吃看看 那辣椒也不会辣 嗯 跟披萨的感觉很像 然后它的耙皮是酥酥的 就是一般的派皮 像是苹果派的那种酥酥的酥皮 然后里面的馅料就是 刚刚说的凤梨 然后 培根 跟玉米粒 还有 一些辛香料的调味 再来介绍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可颂 感觉应该是可颂三明治吧 对 那我们来看里面有什么 Open 里面是火腿 起司 小黄瓜跟美乃滋 我觉得 很像是 熟悉的味道 麵包店 买得到的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 小黄瓜跟 火腿切片 可是它的可颂还蛮脆的 嗯 你看这个是 喵喵形状的 切 嗯 喵喵形状的 那个盘子 可是它的那个 蛋糕刚好摆在它眼睛上面 所以就是这样被杠掉 叮 切小白 这怎样 Bit Queen怎样 可以解释一下吗 好 我押回去 我押它了 对 我会比较建议用茶子切啊 嗯 吃吃看 嗯 它里面的馅料有点像是 布丁慕斯的那种味道 它是慕斯的口感 可是是布丁的味道 嗯 我觉得还不错吃 然后它的蛋糕体本身是 那个 红茶的味道 嗯 再来吃饼干 它的饼干 是 怎么讲 伯爵茶饼干 把夏姐的脸杠掉 呵呵呵 伯爵茶饼干 我们来吃看看 它其实有点像 消化饼嘛 小时候不是会吃那种 圆圆的 效果快 亏富体力也快的 消化饼嘛 有点像那种口感 然后呢 可是它里面有香香的那种 茶的味道 配上我们的 奶茶还不错 然后再来吃 神秘的小杯子蛋糕 造型蛮可爱的 可是不知道里面包什么 我直接用茶子搓它 蛮扎实的 它里面有那个啦 巧克力豆 你看 这边 吃吃看 还不错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 这个 被我误以为是 Tiramisu的蛋糕 其实我完全看不错 它是什么蛋糕 哟 你想像这种硬 有点像是千层蛋糕的感觉 吃看看 它有点淡淡的酒味 然后 有点像是慕斯 但是又不是 有点像是它中间是那种 布丁口味巧克力 嗯 那种感觉 然后底层有那个河果 它增加它的层次的口感 啊 核桃 对对对对对 核桃 它的那个中间夹的这个 坚果类应该是核桃 然后增加你的 去它吃它的那个口感 对 我觉得还不错耶 蛮脆的 可是我 其实我自己很少吃坚果 所以我觉得 喜欢吃坚果的人 应该会很爱 这一块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哦哦 跟叔叔一样哦哦 一口吃 一口吃 比对一下 哎呦 看起来差不多黑哦 黑心的感觉 我觉得橱子比较黑 黑心的感觉 我吃看看 嗯 我好讨厌上面的粉 因为是苦的 就是一个提拉米酥上面 对 提拉米酥上面的那个 可是我觉得下面 下层的布朗尼口感蛮绵密的 不错 但是上层的粉 我觉得我不喜欢 好酷哦 我要喝茶 饮料是 甜度是适中 我点的是红茶拿铁 其实配茶点是刚好的 嗯 我是点薄绝红 然后它用泡茶喝的方式 有加糖 可是呢 存在里面真的是不太有效 没有什么糖 没有什么甜味 会沉淀在底下 以至于前面几杯 不会有什么糖味 可是最后一杯会有糖 超甜的 就是一个像茶包 泡进去的那种 空间 我觉得里面放茶包 就是冲水啊 然后加糖啊 所以我其实 我觉得其实像那种 泡的 那种饮料 最好是可以 另外 对对对对 另外给一个糖包 就是你弄出来都在冰箱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 拿起来这样摇 然后水不出 手摇杯 对对对 对对酥酥摇 咸甜的部分 算是还算不错 然后甜甜的部分 我自己感觉是还 还蛮好吃的啦 但是茶的部分 你刚刚夏姐跟我说的 我就觉得 的确糖的部分 可能要在另外一家 会更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 兔子洞的下午茶时光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点订阅 点我伙伴的脸 按赞 或是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加入我 持有的子民 让我们一起 征服世界咯 拜拜